浪漫台三線最近重啟區間測速 不過這張罰單怎麼看起來這麼不科學 這張一萬二的紅單上寫著 通行距離一千零二十一公尺 時間二十五點七九九秒 平均時速一百四十二公里 重機車友看到後 直呼這個路段 怎麼可能騎到這麼快 抱著實驗的精神 來到台三線 龍潭的區間測速實測 它只有大約一公里左右 到底你在這個區間裡面 我們要騎到一百四十二公里的均速 是多麼的不可思議 車友實際騎一趟 儘管重機加速到三檔 油門全開 進入區間入口時 時速也只有一百出頭 從起點騎到終點 更花上一分多鐘 車友分析 這是上坡路段 玩到多 路上有不少大車行事 而且罰單拍下的時間 是下午五點左右 正值下班巔峰時間 車流量非常大 要在二十五秒內 騎完一點多公里 真的是不太可能 你的油門完全不能收 你就是要全油門在衝 如果你要時速 一百四十二公里的話 其實是相當相當的困難的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怎麼騎的 或是說這個儀器到底是怎麼測的 行車超速 處新來賓一千兩百元以上 兩萬四千以下差班 網友看到這張罰單上 這麼不科學的時速 質疑 難道區間測速又出包了 這樣是沒有問題的嗎 記者呂怡潔 桃人報導 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